進場人潮落意不絕 展場內更是擠得水泄不通 健康產業博覽會8月2號 在世貿議館盛大登場 畢竟根據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 2025年台灣每5個人就有一人是長者 老年人口恐怕超過20% 台灣將迎來超高齡化社會 而長輩照護就成了重中之重 因為在浴室容易跌倒滑倒傷到 所以我們在浮汁這一塊特定用心 來開發很多的產品出來 就是希望能夠守護浴室的安全 楊山定座走入式浴缸 讓家中長輩輕輕鬆鬆就能跨入浴缸內 泡澡不用再站著既危險又不舒服 坐著洗澡才能達到身心全面放鬆 不只提升安全度 就連浴室空間如何靈活運用 業者也能幫你設計 浴室它設計的一個最大重點 像它這個設計就是說 它寬度是200200公分 這符合國家在規定無障礙空間 所需要的一個空間的規劃 那適合這個輪椅在進出的時候 不會產生任何有一些阻擋 不只在空間設計上能讓輪椅自由轉動 空間活動上臨時角 就連壁板材質選擇上也嚴格把關 具有絕佳防滑力強面硬度也比磁磚低 就怕長者不小心滑倒 要把傷害力降到最低 台灣嚴重缺工 我們展示無障礙的整理浴室可以解決 缺工的問題跟漏水的問題 業者更結合社會體制 從居家社區機構等多方面提供客製化服務 輔具衛浴系統既能減輕 照護者負擔又能提升高齡者 自主友善洗澡環境 浴室安全可不容緩 法律雄網領方針採訪報導